春天来了就应该吃肉 所以今天我们去吃一家烤肉 这家烤肉给了我们春天的味道 他们这个烤肉馆号称是所有的碳都是用这种小核桃 山核桃这种 号称是说用这个碳烤出来的这个肉 有一种核桃的果香 还没有烟 这就相当于是你捧着一本西方哲学史在图书馆里 就好像你是哲学家了一样 这个事就带戏品 下面我们做一个游戏 你投一个臂你就会发现这些肉肉都会变成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你们想先吃哪一个 我先来点胸口油吧 上了也不好太伤稳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现在面对着三个同事 自己一个人 在这很温温尔雅的烤肉的时候 这个感觉就非常的好 就春天来了 我的内心特别的宁静 刺溜刺溜 它在翻滚 它在呐喊 熬熬的 我里边胸口油最爽的就是在于它很香 完了它很脆 这是蘸料 他们家蘸料分三种 一个是海鲜酱汁的 配了这种泡椒 香菜葱 还有东北的烧烤蘸料 调了这种自制的麻酱 然后就是他们家的干料 我先试一下这个海鲜汁 有种苹果汁的感觉 小黄牛也是娇艳欲敌 他家麻酱这个料 你看这一半的内容就出来了 绝对不简单 这个料你一半就觉得不简单 这个料是酸酸的 然后有芝麻香 然后还有葱 还有香菜的香味混合在一起 光是它酸酸的这口 带着这个芝麻还有点甜头那种感觉 一下子就把那个蜜里中和 这就很了不起了 哇你看这多的滴油 多的滴油 滴滴滴滴滴滴 有点异异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要不是因为今天开了车 我吃烤肉一定会打开这瓶葡萄酒 它来自马桑德拉酒 是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半岛的 亚尔塔市内的这个马桑德拉酒 高尔基曾经说过 说喝它的这葡萄酒 就像是把太阳的能量注入到了人类的灵魂里 所以这款酒大家可以去某宝搜索视频道可以找到 这个肉的烤链浇了 就是这个干料 我个人觉得就这个干料可能香辣串的同学应该会喜欢 但是就我个人选择 我觉得它加这个酱料就能建立了 如果这是芹的话 这就是巴赫 知道吗 有没有 了不起 还是这个 这个酱料比较稳 但是 yar 你应该做一个酱料就是这个酱料比较稳 这个酱料比较稳 还有� 这种酱料比较稳 桌下有人喊我朝央去凳桃 是凳桃吗?不是 我说有点像凳桃的 天鹤蛋一个道理 哎看啊 它这还真不是小河头的烟 它应该是这个天鹤蛋里面这个水呀 它这个汁咕噜咕噜 它咕噜下来之后 撒到碳上然后形成烟 这就是天鹤蛋流活的阶梯啊 被抄走了 来来来来 哦 家伙 此时此景 饭都吃到这了 我现在就要对吧 把这三个蛋连起了 对吧 撒蛋它一脸 好点 就是这个天鹤蛋当你这么吃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普通的天鹤蛋 就跟正常的海鲜上跑没有什么差别 看似还是波兰不惊 毫无特别之处 但是现在啊 我把它这个天鹤蛋里面这个酱汁 看到没就这个水 跟它一起啊 就这样就浇在这个米饭上 我现在把这些肉啊 最后这些肉都打扫了 烤一下肉盖到我的饭上 我现在把这些肉啊 我现在把这些肉都打扫了 我现在把这些肉丝都打扫了 我都打扫了 让我看 我给你了 你看 春天来了 这绝对是富有软帘 感觉刚才经历了一场 极为惨烈的战斗 又回到了人世间的感觉 在这里祝咱们所有的干犯人 在2021年可以开工大集 少加班多拿钱 这一年都身体健康顺顺利利 但是如果有时间都陪为一家人 拜拜 哇 尝尝 感谢观看